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帶一個新的Youtuber上來 他有可能做Youtuber 但之前都在我的影片中錄音 先跟大家打一聲招呼吧 HELLO 我是希臣 希臣 你的Youtube頻道叫什麼名字 那條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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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那條友 這樣好嗎 我覺得很一般 如果請教我做Youtuber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那個Youtube名字 是很鮮明的 很鮮明的 我其實都是屁股撞棍 那時候剛好四樓有四仔 我才五樓有五仔 我告訴你 窮飛龍的名字是響的 其實他自己也說 他的頻道你是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是嗎 其實我記得 窮飛龍就是 不是叫窮飛龍嗎 叫Smile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對呀 你說什麼又說 都說你不知道 所以人家搜尋你的時候 你說那條友 那個裏字都很難打的 是生果的裏 還是口字邊做 一個一個一個 好什麼的 這件事很重要 藝名就是第一件事 老實說 我就是幫人改藝名改紅的兩條友 是誰 哪尾 窮飛龍是哪尾我改的 是哪尾你改的 是哪尾你改的 哪尾星人 柏力之也是我改的 有很多人都是教我改名的 有些公司都是 不需要問我 但我現在沒有做圓學的事 哈哈哈哈 這件事很重要 打響頭炮 你好像有很多事情想問我 你現在拍什麼片 我是拍一些時事 吹一下閒水 沒什麼太太特別 為什麼要拍這個題目呢 我純粹跟你們學一下 我不是吹一下閒水 那麼簡單 有人稱我那些叫做時事評論 只是給面子 哈哈哈哈 但是對了 我們說有些人像蕭先生 是不是算是吹一下閒水 他不是吧 他是一些專業分析來的 蕭先生是專業分析 我是吹一下閒水 其實你那件事的程度 只是看誰 我那邊有佛學 你有佛學嗎 有佛學的 不厲害 有個大和尚在那裡 算不算大和尚 我怎麼知道 應該也不算 他有學佛 但我看到 我看見你有一些佛學 不過什麼芒爺奶色那些 這樣說 我也有講佛學 我說的那些是入世法 我看你的那些好像出世法 其實我不認識的 你問我 你不認識的 好像你說 遇到很多困難 在拍攝的期間 其實最大的困難 是否就是一言一句 沒有人看 就是這麼簡單 哈哈哈哈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我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今天才來請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為 說真的 是觀眾選擇你的 這個世界 這麼多人 誰說得來 大家的原因都不同 有些人說 看五仔 說喜歡五仔的髮型 有些人說 覺得五仔的髮型很不好看 你個個看 跟一件事都不同 對不對 你說有沒有人看 我覺得 這是廢話來的 但一定是這樣 堅持去做 我看到一個頻道 很快成功 起碼都要保持三年 起碼三年 即是沒有堅持性的東西 你不是說 好像那個托哥 有個鬼妹老婆 以我所知 好像一年 已經過十萬訂閱了 這麼快嗎 好像是 他是最快的 應該是 沒有堅持 沒有太大的堅持 我可以想到 好像香格拉 你每個人都認識他 一來都說瑞士美女 又說廣東話 有些Youtuber是很容易的 因為他本身有堅持 他天生的人 對 當年Merry姐 也算是堅持 肥肥肚子 但有一個對顏的事 我自己覺得 這是就是 你覺得自己沒有這個堅持 沒有堅持 我覺得 自己真的沒有堅持 那個人太普通 不是 你可以標榜自己 是一個殺人犯 涵濕佬 也可以 說真的 你說要靠這些評論時事 我看到很多人在做這些事情 多到YouTube上 真的很多 我看到後輩也是做這些事情 又不看到很多人是很有成績 見不到 為什麼呢 是否真的因為他沒有堅密 還是他在評論時不敢說 不敢說也是 不敢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絕對是 如果有一個後輩在看我現在的分享 其實不怕說是真人真事 我當時跟某些人在輿論戰的時候 但那位後輩也是跟我做差不多的事情 但他的方向其實是支持我的 在PM和DM跟我說完之後 他說 我 不敢說 他說 我是支持你的 但我不敢說 不敢說 我覺得不敢說很嚴重 我什麼都說 來 你什麼都說 我看到不是 剛才我問問你 有些位置 有些位置 對 其實不敢說 不敢說 先說說 還有你做節目 不要吸煙 你噴多一支咪 我怕很多人用 我怕 這個 說這個 純粹是 行為上 行為上 但我可想說一件事給你聽 如果你做廣播播音 我看到蘇絲網近排 都跟別人說 戒了煙 戒了煙 其實 你看我一天這樣說 說話 說那麼多個鐘 那套戲很重要 真的 跟那些人在街上 銷售別人賣東西 我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不斷說 不斷說 我帶來看看 這個瓶很厲害 他又可以這樣 你說話說到 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大運運動 跑步 那很累 很累 我還要說幾個小時 所以我佩服蕭生 因為蕭生不是運動員 二不是唱歌 基本上是一個環隔網運動 蕭生現在也說要去健身 他也說要練習功 所以他其實也不錯 我也相信他 因為你聽他的聲音 有時候 我知道你也有聽蕭生 但之前你說他 其實覺得他說話慢 各樣 是很慢 我真的聽不習慣 太慢了 他的聲音是有了道 令到吸引到 那種磁性 不是那麼簡單 有男人味嗎 不是 那種低沉和語速 你覺得他說的話 是一個信得過的 結果出來 有時候有些是相反的 這就是值得你學習 他應該去賣保險 他現在是退休生活 所以很多事情你都要搞 你看你是推銷自己還是什麼 我覺得我也是推銷自己 但有些網台簡直是沒有樣子 他們是推銷內容 不是推銷內容 純粹是不想推銷自己 只有兩個東西推銷 不是內容就是自己 我看到推銷自己的 很多都是 一開始出來 好像是認識的 例如李遠華 蕭若元 我 我也是 但因為我一開始拍YouTube 我不會一開始就拍說話 這樣也是 是不是 我是不是應該多拍其他東西 如果你問我 你之前一開始跟我說 我拍那些主食片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剪到契弟 但YouTube會推銷你 那倒是 YouTube 你論資排輩 我當你說的事情 你都是時事熱話 一天起碼五六十人 在做這些事情 好像我和蕭先生的頻道 香港一百大 排隊都排到我們 才按關聯節見到我們 但你一個新頻道 人家都在說話 可能你不夠人快 因為你現在的出片頻率 算是低 每天一條 每天一條 一天在做十條 十二條 頻道又高過你 他的人氣又高過你 那你再做他同樣的事情 其實別人看了 那些人就不會看你 是呀 我覺得是這樣 我做到 是因為我本身 我的頻道也是有力 那也是 是呀 所以你之前跟我說 主食片 是剪到契弟 但起碼可能 你的對手又不多 點曲街 聲聲師傅 還有誰煮菜 蘇斯網有時候煮菜 沒有了 但我的煮食片 我拍出來的 是不同其他人的 那就行 應該沒有太大 因為我是不會煮食的 我知道 不要緊的 你的競爭對手少 還有如果你努力做片 我想說 youtube有個機制 他看到你的片 有心機 可能以前 很多有心機的片 放上去之後 youtube 抹殺了 以前的制度不同 因為我認識 以前有一班人 在蘋果日報做導演 他們沒有做好工作 之後 就夾錢出來搞一些厲害的事情 因為當時很流行榮春 找了師傅 拍攝 又很漂亮 拍攝出來 只有幾百點擊 哇 他就是all in 去賣自己的東西 all in 然後應該沒有再做這行 是的 其實 因為以前 你很看時勢 以前 你算有心機 可能youtube的制度 怎樣 都是這麼多人看 糖水滾糖魚 但現在 如果你的東西夠漂亮 我看到很多youtuber 新的youtuber的製作 如果有的話 youtube都會幫幫他 是的 那好像不錯 我好像是不是要加多一點元素 會好些 聽你這樣說 我覺得開頭拍片 你真的不要貪方便 幾樣東西 我當你像我這樣拍講話片 開頭 最厲害的講話片的頻道 我看到起碼要三年以上 才能播出這件事 但別人的頻率比你高 即是出的影片的頻率 一天最少五六條 如果這樣就很久 起碼要煮三年 但如果貴精不貴多 你要儲人的 你要漂亮的 即是你想拍些 有東西看的 讓人知道 你這個人是這個人 然後你才說其他東西 其實我覺得 建立那個位置很重要 OK 明白明白 希望你可以 我學會很多東西 這樣就學會很多東西 很多的了 大哥 夠的了 沒有人可以教導我 那倒是 最重要的是 我想說 各位Youtuber 聽很多人想做Youtuber 你們是應該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其實我也在做喜歡做的事 剛好我最喜歡的就是閱讀 你看到我平時也有讀新聞 但我不會讀到打哭路 我越讀自己越過癮 但如果找你說政治你就會死 我一定會打哭路 對 所以還是找回自己的興趣和專長好些 否則你不會說 有些東西給你說你都不知道怎樣 娛樂圈的東西都很Hit 你會不會有些看法 電視都不差 是啊 我連電視都沒有駁天線 是啊 我也沒有 我不知道 我只是以前跟這些人做過事 那我講到以前 我覺得他的態度是怎樣 那我這樣而已 所以每個人的題目都不同 如果你說有個朋友是講佛的 那你其實 說一下科興疫苗 我晚一點會出過科興疫苗的影片 科興疫苗 那你就講一下 講一下那些人去試疫苗的 那些老人家走了 其實可能都是一種功德 我沒有講這些 我知道 我就是帶領你的方向 即是叫做入世法和那件事 混在一起來講 還有造型方面 叫你的朋友 剷一剷頭 可能可以做一些貼金 賣佛牌 那些 有些YouTuber的額外收入 你知道有些女生在賣玩具 成人的也有 其實我告訴你 講那麼多都是你自己開發自己的 如果說真的 最厲害的YouTuber教你 即是最厲害才有資格教你 我想全世界 即是我都不可以做我現在做的事 我只能跟他一樣是拆箱 即是開玩具出來 對不對 好像那個Ryan 美國的Ryan年輕人 只有九歲 一年賺三億的美金 好像是吧 好像也差不多 對 差不多 他最厲害 懂得教人 所以有些人都說 什麼 說我運水摸魚 教人做YouTuber 對 我又來運水摸魚 不是 我想說 反駁他一件事 在這麼多個月之後 如果當日他說我運水摸魚 如果我真的摸魚 他好像我這樣摸 他的訂閱已經超過了100萬 哈哈 即是我摸到他摸不到 哈哈 不是說笑話 即是你說 不是教人不敢 分享一下少少經驗 即是我看到你有些什麼 即是可以說一下 就說一下 是的 你在最初當然想要貪方便 拍這些東西 就想要怎樣 每個人都可以 是啊 我只是想要貪方便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有很多這些人 哈哈 哈哈 但是我的影片裡面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 我不是純方便 難道那些人的影片 你沒有自己的想法嗎 我也有 哈哈 我們這段影片有什麼 有聲音的 別人沒有聲音的 對吧 你要有些東西 別人是沒有才行 即是像我這樣 我只是 我只有一間爛屋的感覺 別人就沒有那種 這麼窄的感覺 哈哈 哈哈 我也不知道 其實在YouTube 紅了也不知道什麼事 也不知道別人喜歡你什麼 是的 我也覺得很多YouTuber紅 是很神奇的 例如呢 例如我不說 哈哈 例如有個肥仔 不過現在不紅 不知道哪個肥仔 你說誰 我 只有一個肥仔 而又不紅 我不知道 是的 不要歧視別人的身材 是的 沒什麼所謂的 其實YouTube 什麼人拍都行 年紀大都行 什麼人如果有心拍片 都會找到吃 找到吃就不敢說 但起碼是 抒發到你的情緒 你沒試過 你又不深色 是啊 我一定要試到 我不是想試過 我是要做 要做 好 看看你什麼時候 成功成為全職YouTuber 要退休 對 我要退休 要退休 好 希望你的退休金也不要太低 不用太高 今天時間到這裡 謝謝各位